他的手在我的胸口以下 我就會從他的手的上方去做過人 所以我接到球的時候 我就會從他手上面切 那如果防守者的手太高的時候 那我就會選擇會從他的手底下去做過人 所以我接到球的情況下 我就會先把他的手抬得更高去做過人 腰間這整個空位都已經讓出來 那我想要確保我的進攻的切入是非常順利 可以製造出最好的空間的時候 我會選擇攻擊他小腿膝蓋的這個方向 所以我接到球的時候 我就會第一時間把重心壓下來 可以輕輕的去觸碰他的腿後小腿 不要去拉人就好 用這個方式去過人 那就可以創造出手臂上面 手臂下面或者是膝蓋下方的 兩邊各三個點位的進攻角度